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净化人心是用人来做立足点 越多人的地方越需要我们来做互动 把这种爱心去扩散 我们这种面对面 心对心的这种直接的互动方式 他们一定会感受很深的 莫三比克对于这个国家您或许会觉得陌生 它位在非洲大陆的东南部 在16世纪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被称为是朴蜀东非洲 直到1974年才脱离葡萄牙的统治 是非洲新兴的民主国家 和大多数炎热干燥的非洲国家不同 莫三比克很少旱灾或水灾 它的人口和台湾相当 土地面积是台湾的22倍大 除此之外 莫三比克海岸线绵长 气候和台湾也有点相近 冬天的平均温度为15到20度左右 晚上寒冷 白天凉爽 但因为连年的独立战争与内战 让莫三比克百业萧条 曾经引以为傲的农业 也因为战争而荒废了 尽管80%的人口都是从事农业 但是因为缺乏农业的技术 产量不佳 莫三比克的粮食 仍旧高度地仰赖进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2012年的统计 莫三比克的人均所得只有650美元 全国半数以上的人口 生活在贫穷线以下 这些人未来都可能是 粮食短缺的受害者 傍晚的马普托中央火车站 积满着等着排队买票的人 这一天是星期五 绝大多数买票的人 都是从乡下来到首都马普托打工 趁着周五晚上回家度周末 马普托的交通非常拥挤 塞车是上下班巅峰时间的梦魇 因此火车成了许多人的首选 即使车厢塞得满满的 很多人还是往空隙里头钻 马普托中央火车站 建于1904年 1910年完工投入使用 是葡萄牙殖民时期 最出名的建筑之一 车站拱顶教堂室的典雅造型 是马普托最著名的地标 它曾经被票选为世界第七 非洲第一最漂亮的火车站 电影写钻石也曾经在这里取景 至今每天仍然有开往 星巴威与南非的班次 常年累月的风吹日晒 光鲜亮丽的华丽外表 斑驳成历史的沧桑 即使葡萄牙政权 已经退去将近四十年 殖民历史的痕迹 依然深深烙印在这个国度里 这里是马夏奇尼第五十七小学 学校紧挨着一般的住家 教室像是临时搭建的一样 只能勉强遮风避雨 学校只有这么点大 学生也只能一低中高年级 分早上下午班轮流上课 而师资也严重不足 只有一位老师 葡萄牙殖民墨三比克的时代 并不重视当地人的教育 导致墨三比克全国将近半数的文盟 马夏奇尼是马普托典型的平民区 离市中心不到半个小时的车程 这个平民区有多少人住在这里 至今仍旧是个谜 葡萄牙长达数百年的资源掠夺型殖民 让墨三比克半数以上的人口 仍然生活在贫穷县以下 这边是马夏奇尼B 对面的这个 但是呢 右边是行政区 左边是马夏奇尼B 那我们的A子还要再过去 这边过去就是行政区啊 这边是右边行政区 一线直插 我们的A子还要再过去 这边是姿佛大功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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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我们社区的志工 像今天这个都没有排练好 他们就很自然的这样子欢迎大家 这一天是个大日子 慈济基金会第一次在莫三比克的大型发放 这次预计将发放大米给马夏奇尼的700户居民 离发放时间还有两个小时 现场已有民众陆陆续续前来等候 大家都很好奇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活动 你认为那二十个发明的动线是在这边 就是在这里 然后我的小五台我放在这里 这样 那就要往前一点 我们先把二十个点定位出来 对 二十个先请他们站好 我们就让他们知道等一下怎么站的位置 那就摆在他们后面 等一下就是放这样 OK 起来 好 那先请他们来站一下 二十个人 蔡代林来自台湾 六年前成为莫三比克媳妇后 跟着先生富迪诺回到家乡马普托定居 从事商业投资顾问的工作 熬过一国婚姻的文化冲击 蔡代林逐渐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经济条件不差的她 对于平民区的悲惨生活冲击不已 狭小的铁皮屋 脏臭的环境 在死亡边缘挣扎的病人 一直在她的脑海中萦绕 在这里的MGO它就是给东西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会 而且还有就是说这里的人他不懂什么要分享 他们已经习惯去等着去接受 或者是期待人家给什么 莫三比克人不习惯分享的习信 让他开始反思怎么样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帮助他们打破贫穷的循环 丰美他们的心灵 于是蔡代林向南非德本的慈祭志工学习 在马普托开始了绝无仅有的访饰与卫评 而起初抱持着反对态度的先生迪诺 看到了参与志工的改变 开始相信蔡代林也跟着一起投入 带林与迪诺一场接着一场的访试 安抚了寂寞与孤单的心灵 他们也多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而今天他们都来到了发放现场 为更多的同胞付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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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好 現場的志工與傅迪諾來說 這都是第一次親身經驗的發放 莫三比克是聯合國宣布的負債窮國之一 長期接受國際組織的援助 也養成了莫三比克人世事依賴的習慣 迪諾與帶領夫妻倆想改變同胞的看法 所謂慈善不是一直給予 更重要的是讓這個習慣接受的民族 從手心向上成為手心向下的人 而這場發放迪諾與帶領籌備了八個月之久 本來政府是說我們並沒有得到 我們並沒有登記組織 所以不讓我們做這樣公開的大型活動 那透過爭取我們透過婦女部長還有第一夫人 那他們也認同我們的做法 所以呢就是剛才那位區長呢 就在最後一天在禮拜五 星期五早上的時候 十一點多才給我們簽了一個批准 所以我想我的緊張會來自於說 哇我不曉得我準備的時間夠不夠 因為現在我們要練習 我們要練習的方式 我們要練習的方式 所以我們要練習的方式 我們要練習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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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莫三比克的官方語言 是葡萄牙語 但對這些大部分沒有受過教育的 莫三比克人來說 能聽說流利的葡萄牙語很難 而會說英語的人更少 大多時候 蔡代林都用英文跟當地志工溝通 再由會說英語的志工 翻譯成當地的少納語 來自南非德本的布蘭達菲蕾 與球伊斯也埋頭苦幹 與莫三比克的志工 一同迎接難得的第一次 已經來到莫三比克好幾次的布蘭達 他說看這些志工 就好像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樣 而如今他已經摸索出自己的道路 要來幫助這群人走出自己的方向 雖然在德溫和德溫和德溫 我們在德溫的方向都不同 在德溫和德溫和德溫 都不同的方向在德溫 但是我們經常說 我們的弟弟和教授 一直告訴我們 沒有人是比別人更好 所以我們決定 沒有人比他們更好 去看看他們做的方向 雖然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時候他們做錯事 但是我們不讓他們告訴他們 這是錯的方向 我們只讓他們做的方向 所以他們能感到開心 1992年 慈激第一顆種子 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落地 1994年 台灣志工發起送愛到南非 募集東伊的活動 在約翰尼斯堡與德溫 日本獲得了很大的迴響 這也讓原本 只是單純協助翻譯的 德本台商潘明水 深入祖魯社區 貧窮 落後 破敗的景象 被疾病產生的絕望眼神 震撼了潘明水的心靈 從此 潘明水 湧闖黑人區 為當地人付出 他帶出了五千名本土職工 將關懷社區化 用眾人的力量 互助自立 以貧窮養育貧窮 餵養無數的艾滋孤兒 非洲呢 整體上來講 它的結構是差不多 那只有分都市跟鄉下 那斯瓦基蘭呢 比較偏向於鄉下 不像莫山迪克這個馬普渡 這個城市是一個大城市 是城市的形態 那城市也是我們 要最先啟動的重點 因為淨化人心是用人來做立足點 越多人的地方 越需要我們來做互動 把這種愛心去擴散 像是布蘭達自己 除了任養親戚的艾滋遺孤之外 也供應熱食給四十多位的艾滋孤兒 這是一 二 三 四 如今這群德本職工 每個人都能夠獨當一面 跨國關懷 從2012年3月開始 德本的茲基職工 跨國關懷史瓦基蘭 每個月一次帶領當地職工 仿視平並無一的家庭 為史瓦基蘭這塊平級的荒土 種下溫暖的種子 從南非到史瓦基蘭 再到莫三比克 不到一年 志工們慈善的腳步從不停歇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四 最重要的是 你必須把你放在前面 你必須把你放在前面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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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正是莫三比克的冬天 老天爺很賞眼給了個大晴天 陽光何許 微風輕浮 身為南部非洲大家長的潘明水 把握時間 親身示範 送米 靈米之間 應有的禮儀與態度 Mastor Semeny calling one, two, three It's the time you bow down Sincerely and saying calling Bacardo So it's reaching to the receiving Ok, done All right, we need to have another line here Five and by two rows That's ten 雖然在發放的前一天才確定場地 只有半天的時間可以準備 但經驗豐富的潘明水 不慌不忙 按部就班 協調現場 帶領所有的志工投入 這裡沒有準備之分 也沒有優劣之別 不分你我彼此互動 潘明水 要讓莫三比克的鄉親 感受到來自東方的關懷 同他的歷史過程 發展的背景 跟台灣是完全沒有接觸的 那在他們來講呢 很新鮮 這個台灣到底是什麼 一般就是東西一丟就走了嘛 很少去接觸他們 那我們這種面對面 新對新的這種 直接的這種互動方式 他們一定會感受很深的 那些人 那些人 在示範什麼要做 之後 他們完成了 示範後 他們必須回到那裡 對 如果他們在忙 可以做的 對 一切都準備就緒 發米、靈米的順序 也一再練習 確認莫三比克的志工們 都了然於心 這場看似簡單 卻異議隆重的活動 即將開始 我們要來愛你 那是主要原因 我們要來愛你 我們集中 我們想 每個人 要愛我們 墨桑比克的志工們用實際行動表達對鄉親的愛與關懷 從陌生到熟悉 每個人的臉上都展開了笑顏 謙卑的態度 體貼的動作 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與和諧 一個起心動念 身體力行 付諸實踐 傅迪諾與蔡黛玲完成了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當時也反對我們辦活動的區長 那他們兩位都非常非常的激動 非常的開心 你可以從他眼睛裡面 甚至他們上台的時候 給我們志工 給我們慈禁們的一個認同跟鼓勵 他們非常訝異於說 為什麼可以 你們的志工可以做成這樣 甚至他也開始為他們自己的族人感到很驕傲 我不曉得他們可以做到這樣 大家用歌聲來讚美 用舞蹈來表達心中的喜悅 這是莫三比克的第一次 也是大家一點一滴 一步一腳印 學習得來的第一次 愛在這裡濃芽 滋掌 這群人 這些事讓愛得以圓滿 溫暖了更多人的心房 南非慈禧華人志工帶著無私的愛與關懷 深入祖魯社區 學得接受關懷的祖魯族婦女 也因此有勇氣走出家庭 走進社區去幫助自己的同胞 脫離苦難的深淵 不僅如此 這些祖魯族婦女還跨出國門 以南非為起點 將愛輻射到鄰近國家 分享經驗 傳遞愛和關懷 從2012年7月開始 這些祖魯媽媽走向了另一個新的國度 莫三比克 雖然語言不通 但這些祖魯媽媽們透過了翻譯 逼手畫腳 請囊相授 這回已經是南非志工團隊第七次來到莫三比克關懷了 一年之間 莫三比克的志工人數從各位數積增30位 而這位被族人暱稱為是媽媽的志工 伊莎貝爾是族裡面德高望重的長者 她說 以前的她只會跟上帝祈求願望 而現在的她已經改變想法 祝人才是更有意義的事 我們的設備器材還有我們的志工 再檢查一次再對一下 我們出發的目的地那個地名呢 其實是葡萄牙羽的地名 但是一個水災區 二月混的時候 這邊發生很大的水災 那到今天還有很多的災民 無家可歸住在帳篷區 所以我們先去做仿視 其實我們當地的志工 帶領世界地名師兄都仿視好幾次了 這樣還有誰要上車 沒有了 好 那我們出發囉 今天馬下奇尼的志工們 要到離馬普托市區車程 大概半個小時的櫻福蘭尼地區 關心水災災民 同時舉行一場小型的發放 潘明水口中的水災 是今年一月份發生在 墨三比克的南部 連日的暴雨 導致林波波河泛濫成災 造成15萬人無家可歸 當時的富迪諾 在社群網站發布消息 募集物資援助災民 獲得不小的迴響 要成就一樁美好的心願 一定要有萬全的準備 儘管蔡代林待在墨三比克 已經五年 面對發放 用到的米要放在哪裡 也讓她費了一番心思 還好 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伸出了援手 如果是一個貨櫃是沒有問題 如果是一個貨櫃是沒有問題 如果也沒有困發出去 可以貼高一點 因為上次來的時候 太重了 對 太重了 現在我們放在地上 我們可以貼高 我們把它墊高 不是 裡面還可以放更多 不止兩千包 就是那個兩千包來 就是把它給放整齊的話 對 對 所以那個貨櫃其實可以塞滿 全部進去 這個沒有清完也沒關係 剩不多了 就是說暫時還不用了 林明來是馬來西亞華人 與其他兩個合夥人 合開了這家木材工廠 這一晃眼也在墨三比克待了八年 他說在這裡很難得聽到熟悉的語言 雖很珍惜在異國相識的緣分 朋友有困難 當然一定要拔刀相助 我們進到社區的時候 剛剛有另外他的那個夥伴 當時我們只有兩個女孩子進去 他說你們兩個女孩子 進到黑人社區太危險了 那他就陪著我們進來 那現在因為製工多了 都有製工保護了 所以他就他們也就 有空他們也都一定都會到 昨天的椅子沒有漏掉吧 沒有 十張 OK 好 好 那我們是可以先過去了 好 你的司機叫什麼名字 阿南斗 阿南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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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代林嘗試將關懷的區域 往周圍擴散 今天來到的地方 對大部分的製工來說 是個嶄新的區域 很正常 我們是有空的 是有空的 我們要在那裡 因為我們要去那裡 嗯 所以有人向他們去那裡 是有人向他們去那裡 對 是 是 阿南斗 阿南斗 你會找到那裡 我朋友在那裡 好的 我們這個車比較新 不要停外面 OK 小心喔 潘叔前面 這是一個天主教的教堂 那這個醫院是收容精神病患 那當初水災的時候 臨時安置了在這個教堂裡面 還有在這個醫院裡面 那現在有單位捐住的帳篷 就把它們分散在醫院的左右兩邊 那這邊總共住了65戶 65個帳篷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到他們住的現場去做發放 幾個前來的新志工都是看到了 富迪諾在社群網站上發布的消息 主動要求前來幫忙 就在一切都以為安排妥當的時候 發生了一點狀況 這志工可能沒有發現說 要把紙拿給每一個住戶這樣子 所以有些人會沒有一個單子 有些人可能會沒有一個單子 對對對 可能這是溝通上的問題 我只是想要讓你們知道 我們確認是好嗎 如何是生命 我記得 我想要知道 多一點 什麼事發生 這裡 你知不知道 哪裡來自從 你知不知道 是否可能 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的地方 但我們會談到這兒 之後 所以 當人們有這個 他們寫的名字 那是為了 上次 我趕快給他們 寫的 不要緊 好 OK 所以 如果他們有這個 寫的 寫的 如果他們有這個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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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們知道 OK 是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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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兩位 一位 新的 寫的 寫的 安然 我們有四個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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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的 新的 寫的 寫的 生命 另一位 另一位 新的 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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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前来观望的人越来越多 而慈禧之工把握时间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分组分工造册 这也让新晋之工了解 直接确实的救济原则 出发之前跟他们做叮咙 对 有现在在跟他们讲 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是是是 让他们也安心 他们现在都了解人 我们并不是不信任他们 是是是 是因为我们要去陪伴的那种感觉出来 让这些受难的灾民 能够感受到 哇 原来有这一群陌生人 从来没看过 这么样的愿意陪伴我们 对 而因着蔡代玲的缘故 德本志工的脚步 也踏入墨三笔客 像这样的访式行程 布兰达已经不知道走过多少次 尽管如此 对布兰达来说 每一次都是新的学习 也让他更融入当地 培养与当地志工的默契 这里的帐篷区 每五户人家 共用一个厨房 每个帐篷 大概只有两三瓶大 少则一家三口 多则五六口人都有 我都很好啊 能够来吃吗 好吃吗 好吃吗 很重啊 它是太热的 对 您是太热的 裤子 非常重啊 对 我对 鸡呀 也是太热的 它是太热的 它是太热的 这就是 我们会睡在这里 她在那时候住在窗中 在那时候 在窗中发生了 然后从那里 因为他们在窗中没有空间 他们决定移到这些地方 他们为他们做了这些窗 布兰达没有亲身经历水灾 很难想象惨况 但是看到灾民的处境 多少也能够体会 这户人家置身帐篷区 已经八个月了 食物除了国际慈善组织 给的米之外 他们在屋子旁边 开辟了菜园为自己夹菜 除了自己吃之外 也卖给邻居赚点生活费用 得来不易的大米 一家人得省着点吃 家园已经泡在汪洋之中 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 日子怎么过下去 没有人知道 或许现在也只能够安于现况 也不敢对未来有过多的期盼 而适时的关心 能够陪伴他们走过艰辛的路程 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感谢您的机会 我們很高興地在這裡 我們感謝你 給我們機會 也能幫助你 一天我們會和我們的奴隸 去外出 幫助更多人 2012年8月 德本志工第一次踏進莫三比特 這回是第七次來到這裡 回想起第一次訪事 蔡代林說她只安排去訪事 當地機構的特定照顧戶 雖然安全 卻失去了深入社區的意義 於是在往後的訪事 她不再自我設限 勇敢深入貧民區 蔡代林說 就像探險一樣 雖然可能會有不可預知的後果 但總會有感動的時刻 與感人的故事 他們撤自我 幾次的聖副 快點 快點 比友好 嘆聲 在便宜 怕什麼 每一周我會陪著他們走 三戶到五戶 他說不能走路 看到熟悉的慈濟職工來訪 原本頹喪的法蒂馬眼睛亮了起來 法蒂馬罹患艾滋病 根據統計 莫三比克的艾滋病盛行率高達11% 推估全國有將近300萬個艾滋病患 大部分的艾滋病患同時有染有肺結核 法蒂馬病痛纏身 無力走到戶外 職工們得知法蒂馬已經很久沒有走出家門 大家趕緊將他抱到戶外 讓他享受久違的陽光 職工們很有默契 有的幫忙按手 有的幫忙按腳 缓解法蒂玛身上的病痛 希望温暖的阳光能透进她阴暗的心房 她是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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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病 她是病 你会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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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看到 我发现 我发现 当我们病人 你不得了什么 你会被责任 但 你会被责任 你会被责任 但这钱 这钱 是不足够 人生很多悲苦 过于沉溺自身的苦痛 很容易失去了自己 忘了活着的意义 就像法蒂玛 不只放弃了自己 也放弃了未来的期盼 她最重要的鼓励她 让她知道 其实不能失去希望 他们把 他们从 其他人的身上 一样是带着关心给她 她如何带着爱走出来 那也希望鼓励她 不要去 去思考说 我自己生病了 我自己很苦 事实上 我也有爱 可以爱我自己 我有能力去爱我自己 相较于法蒂玛的悲伤 与绝望 尸体残障的玛利亚 就显得开朗了许多 今年44岁的玛利亚 并非生来就残障 她说 在12岁那一年 生病住进医院 注射不明药物之后 两只脚逐渐萎缩 姐姐过世之后 还留下了四个孩子 一家的生活重担 全都在她身上 是的 对 父亲过来还一远 因为之前 父亲上去工作 他在检查 了 他就决定了 不是他 他一直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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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工作 然后做了一个 医院 他就跟着推延 我那为了 我去创售 她就跟着 她在房间 有一个小时 在房间 为她就投奏 物 現在她沒有銷售任何東西 因為她沒有完結的問題 繼續 爸爸有嚴重的肺結核 媽媽不良於行 還有四個嗷嗷帶補的小孩 瑪莉亞也曾經想一走了之 圖個親近 但終究放不下家人 沉重的中國彈子 壓得瑪莉亞喘不過氣 曾經允諾伸出援手 要送她輪椅的慈善組織 一再食言 讓她對人性失去了信心 被暱稱為媽媽的伊莎貝爾 是族裡德高望重的長者 從前的她總是為自己著想 每每上教堂 只會向上帝祈求達成願望 而因為慈濟志工的關懷 讓她從走向教堂 蓋兒 踏進社區 我們是四個月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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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住了四個月 她是四個月的家庭 她是八個月的家庭 是八個月的家庭 不是 她是八個月的家庭 是八個月的家庭 所以我從來見到 才能改善 媽媽伊莎貝爾 切而不捨 一而再 再而三的拜訪 原本巨人與千里之外的 瑪莉亞覺得 這個人 似乎不太一樣 居民到前回过 嗯 首次他們來 pray 噢 這是我的問題 好 喂 等一下 又好 她來了 你有沒有覺得她的臉比較開 就感覺她比較開心 她可能知道我們要來還擦點口紅 這是她的親爸爸 有問題嗎? 有問題嗎? 她又會結合 也謝謝我們的志工Isabel 常常來看她 她也特地的洗好澡 現在比較神采意 上一次她連抬起頭來跟我們打招呼還不行 上次是五月中的時候 曾經在悲傷絕望中掙扎的瑪莉亞 因為慈濟志工一次又一次的到訪 漸漸對生活充滿希望 而這次慈濟志工們為瑪莉亞帶來了更大的驚喜 為何要在這裡 對買人的眼鏡 因為要是在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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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已經覺得是真實 而此时 德本志工布兰达留下感动的泪水 她说 看到玛利亚 仿佛看到自己从前那段生重病坐轮椅的日子 我被人的状态 我都在乱每天每天天天天還在乱 记得我的社会 记得我的家庭 记得我的家庭 但是我没有事我可以做 但是那天我给了我的富士 哇 我都不知道 我像我重新的重新 我感觉我重新的重新 从那天我告诉我 每天都会去我希望我继续他们 我希望他们跟他们一起 我认为我的手是很困难的 我认为我的家人和弟弟 在我的社会 带我去外出 去外出 当他们在表演的时候 我只坐在那里 去执行机器 它为我非常幸福 我不是在哭 因为我感到疲惫 我只是为她感到幸福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这是很坏的 对以前的布兰达来说 来到莫三比克 从来不会出现在她的人生选项里 因着慈祭 打开了她的视野 认识了世界 启发人的爱心 人人既有的爱心 我要相信人人有爱 只是因人畏惧主 慈祭人就是要去成就这个因缘 到处都是有爱的人 有爱的社区 我们要去启发出来 一位作家曾经这么形容非洲 他神秘而狂野 他是摄影师的乐园 他具备所有的面貌 却从不枯燥无聊 虽然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是他呈现最鲜明的图像 却是贫困饥饿的人居多 或许很多人都会庆幸 没有生长在那样贫病交迫的环境里 也因此我们要更感恩知足 因为这些人承担了大部分的苦难 也教会我们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 慈祭志工从遥远的南非逐步北上 足迹遍及了南部非洲五国 让同肤色不同种族间 却同样不富裕的非洲子民 也能够体会自助与助人的美好 志工们的身影让我们生起了一面信心 即使这片大地上的战争 纷扰冲突不断 但爱与善将终结这片土地上的子民 所有的苦难与不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